大家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阿夫迪普卡方向最新的一个战况 那么阿夫迪卡方向的南翼呢 因为天气现在这个顿尼茨克方向 因为下雨而且是冻雨 所以天气影响空中侦察 以及对火炮的这个效准 现在无人机无法起飞 所以冻雨呢 现在实际上导致了俄乌双方 整个战线 特别在南部战线 都不能使用无人机 双方呢 昨天呢进行了火炮的对射 但是战线没有变化 俄军呢 现在成功的在南部工业区 在这个电厂附近 维诺格拉德尼基地区 那么突破了乌军的第一道防线 已经进入到阿夫迪普卡的室内 大家看啊 已经进入到室内 俄军现在占领了阿夫迪卡方向的几条街道 那乌军呢 现在呢 已经退出了采石场的东郊 俄军呢 已经控制了采石场的东部地区 而且俄军在当地呢 已经强化了阵地 这是现在阿夫迪卡南部地区的情况 乌军呢 现在使用火炮 对俄军阵地呢 进行大功能反击 但由于天气原因呢 乌军的火炮啊 它很难瞄准 另外呢 无人机也无法打击俄军阵地 所以在南部 俄军呢 在阿夫迪卡的室内 还是取得了这个成功 乌军现在呢 是正在呢 将大功能部队呢 调往南部地区 阿夫迪卡的核心区 准备进行巷战 这个就类似于在马里乌布尔 以及在巴默特 要跟俄军的进行巷战 乌军呢 现在呢 已经在城市内建立了 城市内的巷战阵地 而且呢 进行了城市布雷 已经开始布雷 并建立居民点的射击点 形成这种火力交叉 所以在阿夫迪卡的市中心 有大量的乌军的这个 布置的 巷战的火力点 那现在看阿夫迪卡方向 乌军在南部地区 准备要和俄军 进行大功能巷战 为了阻止南部地区 阵性的崩溃 乌军也进行了增援 俄侦察发现呢 乌军的79空中突击旅 第31计划旅 和一些单兵部队 已经抵达了这个方向 部分部队呢 在昨天的战斗中啊 遭到了 俄军的炮击啊 有一部分的部队呢 损失惨重 进行了轮换 这个方向 实际上阿夫迪卡方向呢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乌军啊 遭到俄军重武器打击 而俄军呢 因为从朝鲜啊 从朝鲜获得了 大口径的这个炮弹 很多火炮 所以俄军的火力 是有优势的啊 所以现在乌军呢 想要防御住阿夫迪卡 在这么强大火力面前 乌军啊 实际上呢 很难啊 抵挡俄军的激攻 那等天气好转呢 实际上俄军可能会发起 新的激攻啊 我呢也会持续给大家 关注阿夫迪卡方向情况 那北部的巴亨特 咱们来看一下巴亨特的情况 巴亨特方向呢 现在主要双方呢 还是围绕着 恰图亚尔的外围 巴亨特方向呢 现在俄军已经进入 巴亨特诺夫卡的 这个郊区地带开始作战 有一部分这个 交火已经发生在 巴亨特诺夫卡的北郊 所以伯格丹诺夫卡方向啊 会是未来俄军 主攻的一个方向 如果能够控制伯格丹诺夫卡 那么恰图亚尔的大门就开了 就被打开 这个方向今天还有一个消息 俄军还击毙利兵 阿尔兰顾文兵 他虽然是阿尔兰籍啊 但实际上呢 45岁的阿尔兰人 格雷姆 和格雷厄姆 戴尔 他被证实被俄军击啊 那击毙的时候呢 俄军发现呢 戴尔呢 实际上拥有美国的身份 也就是他双国籍 他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 具体服役的美军的部队呢 没有公布 他参加过伊拉克战争 他是爱尔兰和美国的双重国籍的 那这是他第三次前往乌克兰作战 前两次呢 作战以后呢 返回了阿尔兰 第三次 在巴默特昨天的作战中 被俄军击毙 就这个人 那么在巴默特方向呢 还有一个消息啊 大家看啊 俄军呢 实际上呢 开始建立非洲军团 非洲军团 我给大家简单翻一下 非洲军团招募的相关信息啊 这个信息上面啊 电号码什么都有啊 邮箱也有 根据这个非洲军团招募的信息显示 该单位主要任务是在俄斯联邦以外的 非洲地区展开业务展开行动 根据协议俄斯武装部队军神员 返回非洲大陆 为非洲人民提供援助和支持 招募的条件呢 是部队需要各类专业人才 并欢迎有作战实战经验的军人参加 那根据公开的保证啊 这个高薪啊 高薪现在我了解的情况的俄军呢 这次在非洲方面所有的薪资方面 全部由非洲当地的这个政府提供 薪资方面 现在我了解在非洲作战行动啊 平时没有作战的话 可以达到2000美元左右 有作战的情况 它和实际上还会根据作战的强度啊 不断在调整 有特别军事行动 以及海外作战经验的指挥官 能够带领新服役的士兵来 参与在非洲作战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公告里面写的很清楚 指挥官是来自于特别军事行动区 其实就是瓦格纳啊 另外呢 这个他的薪资呢 是用外币来支付 不是用俄罗斯卢布 也说明这个结算会在海外结算 而不在俄联邦境内结算 比如说到非洲 在非洲用外币 比如说用美元欧元 用当地流通的货币 给你结算这个工资 另外呢 还有医疗保健和所有社会福利 而且欢迎现役军人 预备役军人入 联谊方式呢 呼叫中心电话 还有克拉斯诺达尔地区 站点电话 莫斯科时间周一到周六 早九点到晚 十八点 欢迎直线 这都是热线 打这个电话就可以联系 参加这个公兵 现在非洲方面呢 实际上和白欧斯总统卢卡申格访问 这个非洲有关啊 因为现在瓦格纳公兵主要的集中地点 就在白欧斯 那俄罗斯立法结束以后呢 允许这个公兵加入俄军 卢卡申格呢 从北京就飞往非洲 现在来看呢 俄罗斯方面现在又开始招募非洲军团 也说明未来白欧斯方面 瓦格纳公兵开始启用 开始正式激活 瓦格纳公兵在白欧斯激活以后呢 会从白欧斯方向飞往非洲 飞往这个俄军的作战区 包括中飞 马里 包括苏丹一些地区 我呢会持续关注瓦格纳公兵 我这个节目应该是互联网上唯一的 一直在关注瓦格纳公兵 有他的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给他分享 那昨天的最大的消息呢 就是马林卡被解放了 马林卡的消息 咱们也来看一下 那马林卡呢 现在来看呢 俄军呢 在马林卡方向 已经全部控制城区 乌军只能后撤施库拉霍卧 俄现在侦察发现呢 库拉霍卧方向 库拉霍卧方向 乌军已经开始向这个库拉霍卧集结 而且在库拉霍卧方向 已经开始建立防御阵地 包括射击点 那说明马林卡方向的乌军开始 大规模的后撤施库拉霍卧 进行第二道防线 那马林卡距离库拉霍卧呢 是14公里 中间呢 是大量的田野 另外有几个登陆点 有几个居民点 就只是中间这几个登陆点 这几个居民点啊 实际上呢 要进行大规模防御的话 实际上是很难防御得住的 所以乌军只能回到库拉霍卧方向 进行防御 那库拉霍卧方向呢 大家看啊 它是大诺西尔卡 大诺西尔卡 也就是 就马予尔斯克前线乌军 它的大后方 库拉霍卧 那如果俄军攻占了库拉霍卧 那么大诺西尔卡的乌军 它的后方就会非常危险 所以实际上 顿尼斯克的领土就会被俄军重新收复 也就是说俄军会收复顿尼斯克 下法边界 所以库拉霍卧战役 库拉霍卧的战役 以及就马予尔斯克北部 会是未来双方一个决战的区域 乌军现在已经开始准备在库拉霍方向 与俄军决战 所以呢 在马林卡方向这个被俄军控制以后呢 整体啊 包括阿弗丢卡 以及巴哈姆特 俄军整体都在向前 所以乌军现在呢 非常紧张 你从这个情况其实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库拉霍卧 他和红军村就形成了最后的 在顿尼斯克宪法边界内最后的两个据点 这两个据点被如果被俄军攻占的话 那你可以想象 乌军只能后撤至巴普罗格的方向 这个方向进行大规模的防御 但是现在还是要看俄军的火力 特别攻占这些据点 俄军的火力 上百万发炮弹必须得使用 每天都是上万发炮弹 才能在前线取得一定的突破 所以这个战争 现在战争打的就是后勤 打的就是弹药 弹药量 特别是这种攻城战 今天哈尔科方向也有最新的消息 哈尔科方向的俄国防部最新公布的战报 库布扬斯科方向西部提前军 炮兵火力和重型火焰喷射系统 协同行动击退了乌军14、43、60、115计划旅 突击大队八次进攻 乌军驻大在新科夫卡、伊万东福卡、哈尔科布地区 利曼方向 在新科夫卡北交第115计划旅 57摩托化步兵旅的装备集中区遭乌军打击 乌军损失55人 一辆坦克 一辆美制M113装甲运营车 两辆装甲车 红利曼方向中部集团军 击退了乌军63计划旅 突击部队在切尔努亚迪布罗瓦方向的进攻 乌军损失达到100人 一辆坦克两辆汽车 顿尼斯克南部集团军 击退了乌军24计划旅 第五突击旅 在顿尼斯克的四次进入 乌军在顿尼斯克的教堂区 库九莫福卡方向损失250人 两辆坦克 一辆美制的布拉德利步兵列车 三辆装甲车 两门MST杠壁榴弹炮 还有自行火炮 第二零榴弹炮 第三零榴弹炮 南顿尼斯克方向的东部集团军 对乌军79空中突击率 58摩托化步兵率 在顿尼斯克 新米海洛夫卡方向 新顿尼斯克方向 旧马越尔斯克方向 乌军在128特种旅 发动打击乌军损失130人 两辆皮卡 两门自行火炮 扎布拉方向 俄军击退了扎布拉地区的 新普罗科夫 乌军第117计划旅的进攻 并对乌军 128山地突击率 第3365计划旅的驻地 在派特科哈特 以及拉布地诺 这个方向的发动打击 乌军损失50人 三辆汽车 赫尔松方向的俄军 击毙了约30人 另外摧毁了三套 格沃茨基卡自行火炮 还有一个无人机打击中心 俄军使用了无人机 摧毁了三个乌军的弹药库和燃料库 另外还有79K6相控制雷达 雷达战 还有乌军的两套海马斯被俄军拦截 6架乌军的无人机被击落 这是今天哈尔科方向 南部战区的最新消息 基辅还有一个消息 基辅现在的基辅的布达诺夫和他的妻子 布达诺娃 他们呢 前段时间因为这个中毒啊 被下毒 但是现在最新的消息 两个人都已经康复了 而且呢 都接受媒体采访 那么也就是下毒这个事情 已经告一段落 而且据说呢 两个人没有任何身体 没有任何身体的疾病 也就是说 体检结束以后 两个人虽然被下毒 但是两个人的健康情况是非常好的 据说呢 是为了下了这个叫拱蒸气 拱蒸气 可能在他这个活动空间里面 有拱蒸气长期存在 据说啊 据说是用这个打火机 大家说有一种打火机 打火机 每次打火的时候呢 他会喷射一些这个气体出来 那在生活的环境里面呢 可能携带有这个拱蒸气啊 这些病毒不是病毒了 就是拱蒸气的这个打火机 把这个气体拱蒸气气 释放到这个空间里面用这个打火机 但是这个只是传说啊 现在没有证实 那长期生活这种环境里面呢 他会通过呼吸道吸进去这个拱蒸气 拱蒸或者伸这种重金属 然后沉积在肺部啊 对体内呢 长期沉积以后呢 会发生病变啊 但是现在看两人的这个健康状况呢 已经没有任何大碍了 所以现在有怀疑啊 怀疑他们根本没有中毒 只是吃了过期食品 但是乌克兰的情报门没有公布 两个人最新消息 这是现在呢 基辅方面啊 以及在顿尼斯克最新的一个情况 那马林卡方向的战役呢 现在呢 已经出现一个新的变化 就俄军呢 控制了马林卡 下一步库拉霍沃战役 很快可以开始 库拉霍沃战役呢 实际上就是攻击红军村的一个前哨 这个方向 如果能够突破的话 刚才讲了 那么在扎布洛地区 南部地区 乌军的重点 他的集结区 就只能后撤到巴普洛格勒 这对扎布洛的前线 也是会有影响的 所以现在来看呢 俄双方的决战啊 是在顿巴斯 是在顿尼斯克这个方向 从巴赫姆特一直到 阿弗蒂卡 库拉呼 南部还有个乌格达尔 乌格达尔方向呢 实际上呢 很快啊 也会有新的变化 俄军呢 在整个顿尼斯克前线啊 实际上部署了大量的啊 这个重火器啊 特别重炮 所以造成俄军 现在可以看到 攻城 因为重火炮 出现以后 攻城非常顺利 这实际上也提醒啊 我觉得提醒 现在战争 作战呢 实际上未来的战争 打的就是 就是火炮的数量 就是炮弹的数量 有了数量 那这些城市在地图上 都会被消灭 不会有任何阻挡 所以前一段时间 俄军呢 整个进攻出现问题 就是俄军的炮弹不够了 现在看这个火炮啊 重型火炮 大口径火炮 这个重要性啊 我那会持续关注啊 未来库拉货物方向 最新那个战况 后期有更多消息 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